大家好,我是大亮 然后我刚才是去把古异借回来了 给大家伙说一下 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下,很多人说我 给大家伙解释一下 之前我确实说了 我先回去换车子 然后到这里 然后再去接他 之前我看的是只有13公里 但是我到这之后 一导航一下子显示90公里 因为之前看着就是在黄长江对面 结果导航山路18万90公里 来回180公里 最少最少要跑100 最少要跑6个小时到7个小时 所以我说不行你就坐别人车来 因为当时有好几个主播也是要过来 然后还有果龙也要过来 我们也是果龙对接过来的 所以说并不是说那边没有车 而且还挺方便的 他们车子都是空车 我就说不行你就坐别人车来 也是一样的 我在这边等他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网友说我什么不接他 还有很多人骂我 我昨天看了一下 那个评论里面几百条都是说过的 然后带货 他帮了我 我也帮了他呀 我们两个每个人的带货成绩都是各自的 就这样的 哎话不多说啊 说多了得罪人算了不说了啊 嗯就是这样的 今天昨天我连夜跑回去接他呀 现在九点半快十点了才到这 这边是九点钟开始的 导致都迟到了 他让过来签名呀 约缘不理 百分尊者 能玩地下 自乖其身世界理想之神 那这边已经开始了 这是我的位置 那补一站后面 县委宣传部 在在 哈喽啊 大量之帅 哈哈哈哈 狄昌市商务局党组部书记副局长黄斌欢迎您 中共紫规县委副书记张学书欢迎您 姨称是退育金人事务局副局长黄斌欢迎您 在今天的活动现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助龙直播嘉宾团 他们是大乐柔阿南七月展昭张鹏亮子安海峰团队大量乐乐在农村 丸子姐柳柳好时期柳乐岩五谷一郑小树 他们将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在紫规直播带货为紫规龙碗其成助力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和嘉宾朋友们的到来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欢迎 大家好我是紫安 大家好我是大亮 河北省商务厅电商处处长张建峰 宁昌市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黄斌 紫规县委副书记张寻书 刚办完奖吃完饭 现在我们两个说一下计划 现在不吵架了吧 朋友们其实吵架在所难免啊 只要吵架不计较就没事啊 是然后说一下我们两个计划吧 我这边是打算回家了 因为我确实已经没有时间了 咱们那个小面貌车啊 也要着急处理 然后我得着急弄个车 然后我的黑头还在南州那边 也要去接了啊 也快了 然后古一自这边是什么计划 我计划是他在这边 在卖两天橙子 因为今天我们才知道 这边有40万某橙子 当地确实急需销路 希望我们多卖点 其实我也想多卖一下 但是没时间呀 不行的话 我再过几天 就是把车子换完之后 再来反一场 就是反个场就一天 到时候看有谁乱一复购的啊 因为上次我们卖了个红尘 别人吃完之后 很多人还想再买 所以这一次到时候再看吧 再看再看 你这边是走什么计划 咱们既然拿了这个猪龙大使 又刚好在这里 所以就打算再多半门卖两天吧 嘿 刚才这是当地那个呃 政府希望我们卖30天 那肯定不行 你是对 还是说一个月的猪龙计划 咱们对 他说一个月的猪龙计划 那肯定不行啊 他这边的话就是也是最多 卖两天是不是 差不多吧 一个星期就已经 最多两天了 然后这边我就先回家了 然后实在不行 到时候我把车子弄好之后 再过来把它接上吧 因为他现在没有车 把它送去机场 你的车放在拉萨了啊 对 他车放在拉萨了 实在不行 我到时候啊 我的新车到了之后 然后把它接上 然后送去机场 然后就这样就 回家了是不是 回拉萨 好了 朋友们计划就是这样的啊 嗯 给我们点个赞吧 谢谢你们啊 没有你们咱啥也不是说实话啊 这次我感觉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意义的 因为确实是40万某车子 现在全部都上市了 点个赞 谢谢 刚才对 但非常的�apon